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警 我是石涛 黄金周过完了 国内立刻就有响动了 国内的响动不是正经八百的响动 有一个响动正经八百 剩下都是旁敲侧击 这旁敲侧击又有来路 大家看起来挺热闹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今天早上要做节目看东西嘛 打开一看我就乐了 接二连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概念 就是一群人起来 借着9月28号摔死搏起来 现在要把蛤蟆 整个跟蛤蟆有关的人 啪啪啪玩命摔 摔成照片 都不解恨 摔照片还有模样 得给他摔碎 让他找不出样 想对都对不出一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期节目我就跟大家分享 他们都是怎么拍的 那首先呢 贺国强 贺国强的高调发言 讨论就是讲有关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 中国的反腐问题 各个媒体都有报道 我们拿的介绍呢是来自于美国之音的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中国在提薄熙来案 他誓言加强反腐 文章讲说 政治局常委贺国强说 决定查办 薄熙来显示出中共反腐是认真的 这基本上是一种陈词老调了 那在这里呢 在我的眼睛里看贺国强这么说呢 就是有点 有点解恨的角度 小样子 可给你摔死了 文章接着介绍是这么说的 中共官方媒体星线 援引了贺国强的话说 薄熙来案应该成为 对其他贪腐官员的警告 说明对其他的贪腐行为 将一查到底 这话呢 就是一语双关 俩意思 一个是冠冕堂皇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说给别人的 意思就是说 今天在过去的时间里 打斗的过程当中 我们哥几个沾上风了 你们谁敢露头拍死你们 其实这话是这么说的 贺国强强调 在过去的五年里 也就是从07年 他是指十七大这个领导班子了 一共查办了66万贪官 而最引人注目的是薄熙来啊 薄熙来被双开 当局对他提出了一系列的罪名 包括腐败和不正当两性关系等等 那薄熙来的妻子古开来 被判这个死缓等等 但是在反腐的会议上呢 贺国强又提到 官员腐败案件 只有不到4% 移交到司法机关查办 那我们就说 是不是以后会查办更多呢 有没有这可能呢 这是个问号 那我们想说 这是第一 这是他一种总结性的发言 这种总结性的发言 是给十七届七中全会呢 做准备的 也就是说 为交班做准备的 他在总结他自己的 所主管的中纪委的工作 那在同样 在我个人看来呢 这里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就是王立军的 大家知道王立军到现在是党员 没有被开除出党的 而他里面也提到贪腐的问题 那这个没有开除出党 又被判了15年 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问号 是不是当初弄王立军的时候有点着急 所以忘了这茬了 不是 薄熙来被双开了 而王立军没有跟着薄熙来被双开的时候 同样把另出一个声明甲 把王立军干掉 开除出党 他也没跟这个贴子 所以这就是一个问号 后面会怎么样 贺国强限制的中纪委的常委 那应该在这一波浪潮当中 他是跟温家宝 习近平 胡锦涛是一派别的 那这样的高调的说法呢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析的 我个人是这么看的 那除此之外 有另外一些将要退休和退休的人 也高调的发言 非常有意思 高调的发言 高调的露面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法广登挑消息 温家宝打篮球 展示其能力 你说挺斗格吧 温家宝在国庆节期间 与退役的篮球员 及北京东城区的民众 切磋球役 但主流官方媒体没有报道 有评论说 这反映出中共十八大 之前党内斗争计划 也有评论否定这种说法 认为只是为了自己 争取历史地位而曝光 我个人的看法呢 挺简单的 温家宝打篮球 什么意思 对的是 九月二十二号 江泽民看戏 文章是这么介绍的 中国体育报呢 八号头版报道 温家宝 十月三号 晚上打了一场友谊赛 指温总在国家体育总局 篮球馆和退役篮球运动员 和篮球爱好者一起打球 并且提到说 负责左边防守的温家宝 上场之前 特别向教练表明 在场上 他就是队员 会听教练的话 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而且动作民捷 配有照片 他呢 温家宝做事情呢 他不太一样 他呢就说 我去参加民间的活动 那可能没有人这么报 那么报 但是体育报报 就行了 而且他依然 以他固有的风格 在表现 那跟江泽民 PS的照片 谁也没看上他 他一招手 去看细节 全场人起立 当时报道的时候 全场人起立 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逗格的就是 文章里特别解释 这张照片 是中心社的记者照的 照片有来有去 温家宝什么时候 干了这活呢 10月3号 什么时候摔死 这个薄熙来的呢 9月28号 30号 9个人参加了 在人大会堂的酒会 1号到了天门城楼 那3号他就打球去了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说 温总占上风了 不光温总露面 另外俩老哥们 老姐们也露面 文章这么说 李瑞环无疑罕见联手亮相 这消息拿出来就更有意思了 那李瑞环呢 是跟江泽民死磕的 无疑呢 是跟薄熙来死磕的 当初无疑完全退下来 无疑应该是最近这十年来 在女的高官当中 应该是少有的人 被人们称为很精干的人 那他们两个人露面呢 同样跟温家宝露面的概念 是一个意思 他的目标就更明确 拍死江泽民 拍死曾庆红 文章是这么解释的 10月7号退休后 很少露面的中共政治局前常委 李瑞环和中国前副总理 无疑在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 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 王安顺的陪同下 观看了中国网球公开赛 女单决赛 中心社发表了 李瑞环无疑的高清晰照片 这个就是直接针对江泽民 22号看戏的 最有意思 他们配着清晰的照片 同时间拿出来 明确讲这是中心社吧 否定江泽民的22号的露面 进而打死曾庆红 所以我们 我跟大家一直分析说 10月份还有的看 9月份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9月份有的看 我们看到 10月份一定有的看 这戏没完 这么摔死薄熙来 经过半年多 反过来摔死他 这是把另外一扇门打开了 也就是说拿着红鹰枪 不扎也得扎 扎也得扎了 死活得干了 也就在今天 另外一个消息拿出来 赵本山写才了 那这个消息呢 它是一种独家报道消息 那我看过之后呢 一定有它的来源了 文章题目是这么说的 周永康 薄熙来政变圈子里面的关键人物 赵本山已经被控制 文章上来就提到说 薄熙来被双开之后 大陆知名的小品演员 赵本山立即被中共内部控制 那赵本山是涉及到周永康 与薄熙来密谋政变的核心人物之一 并且与王立军等圈内的人士的关系 非常紧密 那另外一个爆料网站呢 又提到另外一个消息 说近日呢赵本山又收了个徒弟 女徒弟 而且有照片 那篇文章里 并没像这篇文章提到的这么直接 说薄熙来被双规之后 那赵本山就被控制了 那篇文章里 没提皇室什么时候拜的赵本山为师 没有时间的 但文章拿出来的时间呢 大概是七号左右 所以是不是有人还在试图混淆 试听 试图在掩盖着什么 如果是这么做的话 也就是说赵本山真的已经被控制了 而又有人故意放料 说赵本山又在收徒弟 没事 那我想说赵本山一定是关键人 否则的话 在现今的时候 为什么还有人在他身上下功夫 这是最关键 文章里接着介绍是这么说的 说赵本山早先就有黑道背景 与铁岭四大黑社会的头子当中的几位关系非浅 那赵本山的老搭档 何庆奎被抓案 以及大家知道的毅力神案等等 在东北的影响都很大 而这些案子呢 却与赵本山呢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会怎么样呢 我们拭目以待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其实在这个薄熙来被摔死之后呢 已经有消息讲说 要在10月15号之前 跟薄熙来有关系的人 要不然你自首 要不然牛脸就摔死你们 是这么个说法 那现在看呢 从贺国强高调发言 紧接着就是温家宝 李瑞环 无疑如此的高调亮相 那真的意味着 10月份可能摔死不少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